第四個故事 我講這第四個故事 這個客戶他本身是當酒店經濟的 他是男生 他底下就是會帶著小姐可能會 不同的檔期到不同的酒店去 因為有時候一天酒店要養那麼多小姐 有成本上的考量 而且就是客人都喜新厭舊 你固定的小姐每次來都是這些 沒什麼新聯口 看了就無聊 所以就會發展出這一種所謂的酒店經濟 他就是帶著一批他自己的小姐 然後到處去換店家 這種經營模式 那那一次他是突然 半夜打電話來 然後很急迫 掛掉又打 打了十幾通 終於接起來 他就說 他一個小姐中邪了 有沒有辦法幫他處理 他說你在哪裡 他說他在台中 我在台南 他在台中 就算你現在中邪我也救不了你 坐高鐵來不及 對 然後他就開視訊給我看 他說不然你教我怎麼處理 我說你這個也很難教你怎麼處理 但他開起來的那個視訊的畫面 就是他們旁邊有幾個 就是阿迪亞助理 圍著一個女生 把他手腳壓制住 然後那個女生的嘴唇 下嘴唇是在流血 一直在咬他下嘴唇 一直咬 那後來他們就拿那個 押忍摸尼去塞他嘴巴 什麼叫押忍摸尼 押忍摸尼就是那種熱毛巾 喔喔 你不知道什麼叫押忍摸尼 我不知道我聽過就不知道 這是在裝清純 我是說真的啦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酒店裡面 通常都會備有熱毛巾 然後一來的時候 就先乘上熱毛巾 讓你插插手插臉 然後就是要拿小費了 那叫押忍摸尼 對對對 日文叫押忍摸尼啦 那通常就是拿要罰小費的意思 或者是說你在包廂裡面要幹嘛的時候呢 他們押忍摸尼就會把包廂門把個結 就是裡面正在秀舞啊 或者進行special的活動 因為通常酒店的包廂沒有鎖 那有時候進進出出 人家正在進行特殊活動的時候會打擾嘛 所以如果你在包廂門口看到押忍摸尼打結 就代表裡面正在進行 所以毛巾這個押忍摸尼就是 就是一個暗示性 然後給小費的意思 對就是少爺送押忍摸尼來 就是你要發小費啦 那你要辦事的話就是 一樣小費拿給少爺說 幫我把包廂封包 他就幫你打結 那這樣子我坐飛機 那個空姐給我那毛巾 我是不是可以給他小費 然後就有押忍摸尼的東西 有這樣的意思嗎 你要給小費可以啦 但是他應該不會有什麼特殊服務吧 然後就把他塞 塞在嘴裡也是蠻額暗的 但是就是隨手怕他會咬到他的舌頭 然後我就說這什麼情形這樣 然後這個小姐今天來上班就整個神情是怪怪的 恍神恍神 然後坐臺的時候呢 就是做出一些很失控的行為 什麼樣的失控 比如說他會突然喝酒 玩骰子玩到一半 突然跪下來跟那個客人說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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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哭了 然後那個客人說 我們是來開心的啊 來這邊五指哭目幹什麼 就化臺 所以他整晚都一直被化臺 然後精神狀態就一直不太穩定 所以後來他就把他請到那個 個人休息室去 讓他說我看你今天也不用上啊 就先在那邊睡覺 可是他們那個休息室裡面有監視器 他就透過監視器看到說 這個小姐有一些很奇怪的舉動 他本來在睡覺 睡一睡就自己爬起來 然後可能就到那個沙發上面 蹲坐在那邊搖啊搖晃啊晃 做一些匪夷所思的動作 很像那個蘭可兒 對可能有點類似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動作 在那邊搖晃啊 爬上爬下在地上這樣子 他就有怪 然後就找了這個酒店的少爺 跟他一起過去關心一下 結果門一打開 他說他看到那個鏡頭就是嚇一跳 就是我看到的那個畫面 他就咬著他的下嘴 他說怎麼辦 我也沒有辦法現在 趕過去現場幫你處理 太遠了 對後來想一想 我這個客人嘛 這一個當經濟的客人 他身上有一條護身符 他就之前跟我請了這個 五雷令 對 陳導你剛提的五雷令 這很巧耶 我也沒有叫陳毅導演來當一個 我今天也不知道龍哥會帶五雷令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是什麼 對 因為這個他本來就是我的客人嘛 所以他身上就是有帶了這塊五雷令 那五雷令 跟印一下 對五雷令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啦 但是這一塊比較特殊他是 我們放在桌上就好了 Mix版的 什麼樣說 這一塊他的材質比較特別一點 他是用雷吉木下去做 什麼是雷吉木 雷吉木在民俗上來講就是 被雷劈過而不死的木料 才能夠稱之為雷吉木 那雷就是天地之間陰陽能量嘛 正負電 貫穿之後他殘留在這個木頭裡面被保存 那雷的這個生發能量都很強 所以他是一個Mix版的載體 他可以強化做這個髮器的效果 那當時我那個客人身上剛好有這一塊 然後我就說 你先看看這個女生身上有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他說這個女孩子 帶了一堆佛牌 那平常在家裡面就會有供這個 類似古賣還是小鬼什麼他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擺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就對了 那平常他也 個人的信仰也不好說什麼 但是今天他就失控了這樣 那我說那他身上有沒有帶佛牌 他說有 我說叫他把他身上佛牌先拿掉 先拿掉佛牌 對先拿掉 因為我們不曉得那是什麼 他有可能是陰的牌 也許是造成他現在失控的原因之一 或不是不知道 好我們就先請他先拿掉吧 把這些可能的影響的因素排除掉 然後他就把這塊雷鱗給他帶上 他說不到五秒鐘他就安靜 就昏睡了 昏睡了幾分鐘之後才清醒過來 那對於他今天一整天上班失控的狀態 他表示是毫無印象 沒有印象也太扯了 他完全不知道 他說他的印象就停留下來說 司機載他來公司報到上班 吃便當 吃完之後就 我寫來怎麼這裡 我的嘴唇怎麼那麼痛 整個都是血 咬了整個都是血 所以可以合理懷疑是鷹牌 還是他 Maybe 就是他們養了這些 古曼也好 小鬼也好 鷹牌也好 也許剛開始的時候會蠻靈驗的 但是呢 我這樣講也許有些 戴鷹牌的 或是 泰國信仰的人會覺得說不認同 但是實際上我們處理很多類似的案例 就是這樣 剛剛開始都好好的 或是很靈驗 那他就會越大越多 越敗越多 那人的慾望是無窮無盡 對 你滿足了一個願望 你會滿足 會有下面一百個一千個願望跑出來 永遠是沒有辦法滿足的 道 那我常常這樣講 他們都說 我養這個古曼是基於慈悲心啊 對 因為他是可能 來不及來到這個世界的小孩 那他沒有辦法投胎 我給他機會 讓他來幫 世間的人做事情 做功德嘛 最終是要投胎嘛 古曼童的說法是這樣 他是經過 泰國當地的高僧 給他念經 讓他向佛 那讓人家請供回去幫助人世間 累積公國 最後他是要去投胎的嘛 那我請教各位 請古曼童的人 有哪一個送他去投胎的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你不要在那邊唱高調說 你是慈悲 誰送他去投胎 你怎麼送 幾乎沒有 所以都是 有所求 有所求 那 他如果還小的時候 他可能一罐養樂多就滿足 拜一支棒棒糖他就OK 你養了他五年八年十年 他的靈體意識也會成長 他也會覺得說我幫你賺這麼多錢 我幫你做這麼多事 給我養樂多 一根棒棒糖就想打發我嗎 說好的 超度呢 說好的投胎呢 我被你 眷養了 五年十年 超度在哪裡 投胎在哪裡 所以他也會想不開啊 你不要想像說今天是一個 來自泰國的非法同工 然後被人蛇集團賣來台灣 然後一開始你就供他吃一些 糖果飲料 叫他去 打工 結果長大了他跟你說 不行啊 我要薪資啊 或是說你要送我回國啊 那你不肯 不肯啊 他已經會抓工了嘛 你當時那個 高僧是跟我說我來這邊打工之後 我可以回去 我可以 投胎到更好的地方 結果沒有啊 那你說他不反事嗎 然後現在 我反事了你又 找警察 拿五雷令打我頭 對啊 你要來找法師 來找台灣的神明來押我 我覺得這個講起來其實 與情與理與法都不太合理 所以我很不愛接觸這個案子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提這件事情 到底這個 佛牌古曼童是好是壞 我們先撇開我們換一個方向想就是 今天我們剛剛提到 三龍提到 這個 慾望 人的慾望是最可怕的 對啊 然後 旅節他曾經說過聖經有一句話就是 上帝要毀掉你 必先使你瘋狂 所以當你今天求古曼童 你這個月 希望這個月外快賺5萬 達到了 我確實給你養得多了 下個月我希望50萬 500萬 當你的這個 慾望開始 大的時候 你知道嗎 當你開始想要東西更多的時候 你已經進入瘋狂狀態 說真的有的時候 古曼童或者是小鬼都還沒出手 你就先被自己 被自己的慾望給吞死 你要到5000萬的時候 你會不會 這麼大龐大利益 會不會影響到很多人的 關係 會不會影響到什麼 很多這種案子 其實 我們都一直跟人家講說 你不要 奢求 那種狠財 是每一個都會想說 我要種樂透 來的 九成九都是想要求 這種無中生有的財 那有沒有人種過 我們也分享很多 很多案例 確實是有 只是金額大小的問題 那上一次種5萬 這一次種10萬 下一次呢 你永遠都想要再種更多 那哪有那麼多可以給你種 所以就是變成說 他們會認為說 這個人養這東西 滿足了這個慾望 結果最後 你可能自己掛掉 如果說從一開始 就完全沒有感應 可能還好 一旦吃到了甜頭之後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這一尊不夠強 我再繼續多養兩尊 這不夠硬不夠血 我再去搞一個 更厲害的進來 金血這樣就這樣來 對 所以 有時候你也不能怪他反噬 是人類的慾望導致的 他不得不反噬 也有可能就是像你講的 你自己就吞噬你自己 對啊 你又變成說今天根本 小鬼不用出手 你就先被自己幹掉 幹掉之後你就退給小鬼 小鬼說 靠腰 老大利兵白白黑鍋 根本就是你自己搞死你自己 為什麼是我這個 我覺得你要供奉之前你要先想想看你自己有沒有這個能耐來控零 或是你的慾望會不會因此而膨脹 這些都是要去想 而且控零這件事情呢 萬一 那一個國外的控零師掛了 或者是說有剛剛有網友提到 說不定那個老師根本就不是正派 對因為 這也順便帶一下 就是現在很流行這一種泰國的聖物 我不是說他們都是不好 也有好的 而是這個市場上很混亂 真假難辨 你今天買到一個假貨 頂多就是被跪了一次 買到一個裝飾品 那倒還無妨 最怕你買到的是真貨 但是他的來源或是他的做法 不見得如 中間的商人代理商跟你宣稱的那個樣子 因為大部分會在台灣賣的 都不是他親自做的 他可能是跟 泰國的批發商買的 或者是說他宣稱去找某一個高僧 某一個阿戰 去請來的 但是他都會跟你講說 這個過程是怎麼做怎麼做 又不是你做的 你怎麼知道怎麼做 他不是掃個QRQ 可以看到只能過去 又沒有那個製作履歷 對 也許根本不是那個阿戰師傅講的 就只是那個廠商 自己編出來的一個 故事也不一定 因為他根本沒有參與製作過程 他如何告訴你製作過程 可是他賣你東西 他要賣你東西 所以有時候買到真的才 容易出問題 買到假就算 頂多就是花錢買一個 沒有用的裝飾品 可以 我們看到這個 Easy 最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我出第三本新書了 叫符咒的力量 是跟三龍法師 一起出的 這本書裡面 截取了18張符咒 寫了18則故事 不用覺得很生硬 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個叫 豬哥符 就是你喜歡的男人 用這個符畫下去 他就會像豬哥一樣 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 是不是鬼話的影片 現在這本書 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 伯克萊 金石棠 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 都有得買 在新的一年 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沈凱 我想鬼話的影片 當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